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回到本频道 今天是马来西亚连续四天的开家节假期之后的复工的第一天 而且今天是星期一 星期一会有星期一综合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星期一综合症 感觉看到星期一就好像这个人生特别无奈 星期一就感觉这个人纷纷沉沉的打不起劲 大家会不会有星期一综合症呢 无论如何呢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泰国的疫情 跟台湾的情况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把镜头转回马来西亚 好 现在我们来看今天的标题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要拿来做一个对比的 因为今天早上呢 我也是很震惊的 我看见了泰国的星辰病例的这个数据呢 是9635 那么大马整天讲呢 那我们的那个温水卫生部长整天讲说 我们要一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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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三个讲八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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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到现在都没有八千 泰国呢 一夜之间跟你冲到9635例 这个是第一个震惊的 第一个震惊的 但是第二个更加震惊的就是呢 泰国政府呢 竟然准备放松放宽放手 就是原本是那个封城封得很强的 现在要把它松放松放 当新增病例9635之后 泰国决定松放 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泰国的 恐怕还要加入这个印度啊 巴西啊 这个美国啊 马来西亚 恐怕要要加入这个联盟了 然后同时呢 我们看见台湾了 台湾的人民呢 自主封城 政府没有封城 人民自主封城 等一下我们会看一看这个画面来对比一下 其实纯球的疫情呢 到今天呢 会这么严重呢 其实和这几个国家 是很有关系的 但我们误且称它为一个什么 不义联盟 或者是 injustice 不利 那么这个泰国的这个首相呢 这个 这个 他很可能他会成为这个 不义联盟的 最新的一员 这个泰国首相跟这个印度的总理这个摩地 这个印度今天的疫情会搞成这样子呢 这个总理摩地 其实就是摩地要负上最大的责任嘛 然后这个摩地呢 就跟巴西的总统呢 这个波索拉诺 现在你看印度下降了 巴西又再次回来 巴西也不知道第几波了 巴西今天搞得这么惨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总统 这个波索拉诺的 这个想法呢 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 所以显然呢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 波索拉诺跟摩地呢 两个真的是 非常非常配合的一个人 然后当然我们知道 波索拉诺的好朋友呢 就是川普 他甚至被人家称为呢 他是巴西的川普 那么因为他实行的政策呢 跟川普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放宽不理不理 任由疫情自然发展 所以这个 你看这个波索拉诺 然后这个川普呢 他们就是一伙的 然后这个川普呢 又跟这个摩地呢 又是一伙的 所以其实我们 追寻这个脉络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呢 其实他们这一组了 你看这几个国家的疫情呢 还不能够断了 你看这个川普跟那个摩地呢 川普跟那个摩地呢 好得不得了 川普跟那个波索拉诺呢 好得不得了 那个波索拉诺呢 好得不得了 不要讲那样了 看看泰国的首相 这个波索拉诺 和川普 原来他们也是一伙的 所以 所以 我们很明确的会看见呢 泰国现在他会实行 这个川普的这种政策 实行这个摩地的政策 实行这个 波索拉诺的政策 那样这个 泰国的首相 波索拉诺和川普 然后 当然 我们不要忘记 大马的这个 这个摩地币呢 也是他们的 这个不义联盟的 其中一员 就是要在全球呢 把疫情无限搞大 把疫情无限放大的 其中一员 虽然这个摩地币 因为匆匆上位呢 还没有机会跟川普 报报 但是他跟川普 打了电话 他也没有机会去跟 印度总理摩地报报 他连那个 跟Plyu 都还没有 真正见过面 但是呢 从他们的行为模式呢 他们其实就是 同一族人 同一国人 要让这个疫情呢 在全球呢 变得非常非常的 坏 变得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再次回看下 这个你看 泰国的首相 这个川普 没有这几个人存在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 整个疫情呢 不会搞到今天 这样子的 这个疫情也不过是 去年 我相信去年就可以结束了 不会拖到现在的 你看 就是这几个人的存在 这几个领导人的存在 然后现在这个连泰国首相 看来也已经正式加入他们 正式走这一条路线 没有想到呢 泰国他会决定呢 把放宽 泰国已经下 一下子 崩一下 9000了 他竟然他很多地方呢 他开始放松放缓 放松放缓 真的是无法相信 那么三连不正下两歪嘛 那么这个军人政府的这个首相呢 下面的人民也是泰国的人民 你看泰国有一间公司呢 在做促销 趁着疫情的时候做促销 结果300多个人就排队 要知道现在是疫情的时候啊 你看这些人为了去 为了去拿这个offer呢 这样子 冒险 要知道泰国在9000多人了 在我们大马呢 4000多 每天4000多都吓死了 他们还敢这样子排队 泰国是不是要走巴西的路线 是不是要走印度的路线 是要走美国的路线呢 大家觉得怎样呢 所以 如认如何最可怜的还是这个医护人员啦 如果真的 因为现在很多评论家说 如果泰国真的这样子走的话呢 泰国绝对会跟印度呢 印度有的拼呢 跟这个巴西有的拼 泰国人口也蛮多的 虽然没有他们这么多 但是他这样子准备放松的话呢 真的会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恐怕连我们马来西亚都会看得都会吓到的 那么 这个政府不作为呢 但是有时候人民的自律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个台湾呢 它新增病例207例 206例是本土橄榄 但是呢 我们却看到了一个 让我们值得学习的画面 事实上呢 台湾都还没有宣布封城 这个那个双北 就是那个新北跟台北 并没有宣布封城 但是在昨天星期天呢 街道上呢 是几乎都没有人 几乎都没有人 你看这个 连地铁呢 台湾的这个红线青线 狼线呢 也完全都没有人坐 人民自主的封城 直到今天星期一早上呢 我们接到的消息 台湾都没有多少人去上班了 然后也没有多少人去用这个公共交通去上班 所以台湾人民的自主意识呢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好的 所以 讲起来呢 从世界来讲呢 这个华人呢 的确对这个防疫呢 的确对这个防疫呢 是有非常好的意思 那么台湾甚至还有人讲说 给我们14天 我们会再一次的烂春世界看到 我们如何把疫情压下来呢 我相信台湾人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台湾人呢 是华人嘛 是正中正统的 正正血统的华人嘛 那么全世界呢 华人呢 我们也知道只有一个国家的华人呢 他是像那个川普啊 像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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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摩蒂啊 像这一般 像这一般 不义人们的 这样子 叫你MCO 你还在那边帮他走 叫你MCO 还去喝酒 叫你MCO 还去那个 那个夜店 还去搞什么鬼 叫你MCO 一家大小带去购物 就唯有 唯一一个国家的华人 是这样子的 那么其他 只要是华人的国家 我们看见一有疫情的 你看台湾干干净净的 政府没有讲封城 人民自己封了 今天也没有多少个人敢去上班 因为 你不值得吗 万一你去上班 这样 哇 这样 中了 你就搞到啊 台湾很严格的 五六百人啊 搞不好一千多个人啊 统统隔离啊 我为了今天去多上一天的班 我就被隔离14天 被那个 绑在家里不能出来 我不如我自己隔离 我自己隔离我还自由啊 因为是我自己隔离 不是政府隔离我嘛 有时候我出去 稍微买点东西 稍微走一点点 不要去人太多的地方 还是可以啊 所以台湾人 他们其实很聪明的 他自己算了 自己隔离啊 好过被政府抓去隔离 这不是 少上一两天的班 不会怎样嘛 是时候 闭一闭 风头 闭一闭风头 闭一闭风头咯 然后 好了 到时候 传染链阻断了就断了嘛 当然台湾还有一个地方很好的就是呢 台湾有很多很好的组合 那么这个李正浩呢 他已经毫不客气 你们可以看到他的那个Facebook 他已经毫不客气的讲台湾会 报到一万例 绝对会去到一万例 所以 所以因为有这些名嘴的存在呢 你看 台湾现在才207 李正浩已经跟你讲会到一万 你看 他们这些名嘴呢 已经把人民呢 就是人民 就是人民有做任何的错误呢 他们很敢讲 很敢讲 所以讲到那个人民的讲到这件事情呢 就永远都不会发生 因为台湾的人民不会让李正浩的预言 去实现的 所以会不会到 到一万例 会 你看泰国嘛 泰国很正常嘛 他前几天不是 我们上一期节目 4000嘛 现在9000嘛 这个是正常嘛 不像马来西亚这样是不正常的数据嘛 他天天都是一样的 因为你4000了 一个人传两个人 一个人传三个人 他就肯定9000 肯定什么嘛 所以台湾这个李正浩的 这个理论呢 是对的 如果他没有阻止这样子继续传下去的话 那个很快就是一万的 不像大马家美 今天4000 明天4000 日后天4200 那个就完全没有理由的事情啦 当然除了李正浩呢 这个玩味的你可不好了啊 你还刚好怕走 你遇到这个台湾的名嘴 你会给他吊到啊 你们好好看网络德的节目就知道了 那么 马来西亚的人呢 又怎样 所以马来西亚真的是一个很享受很热天殖命的国家 你看 全世界我看唯一一个国家呢 可以把这个确诊者放在街上 看到都吓死了 要知道这里通通是确诊的人啦 他们可以在街上去排队啊 这里是夏阿兰的Stadium Malawati的这个评估中心 疫情的这个评估中心 就是你确诊了确诊了来这里看医生 看了之后跟你套那个隔离手环 而且然后这些人你知道要等多久吗 等到12个小时 各位观众朋友 我跟你讲 这12个小时没有饭是没有水喝啊 我们想一个 一个逻辑的办法 你讲当中有多少人会 烙跑 多少人会这样子烙跑 自己讲啦 烙跑的数据就没有算进去 烙跑的人就在街上趴趴走 那所以你讲大马的疫情怎么会好呢 然后这个是那个Satan的这个 宽敞医院 你看现在已经住到那个停车场了 所以有些人不相信住到停车场 现在媒体报导的画面也出来了 所以你接下来你再种的话呢 你被送去隔离的话呢 也就送到停车场里面去住 我跟你讲 很多人一辈子一辈子 从来没有住过停车场 这一次呢 假如这时候你种的话呢 真的要住进这个停车场 所以可见的大马的疫情呢 有多么的恶劣 多么的严重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给大家抓出来了 这个全世界呢 他愿意去把疫情搞大的 这几个国家领袖 这个摩地啊 印度的摩地啊 这个美国的川普啊 前总统川普啊 然后这个巴西总统啊 波索拉诺啊 然后马来西亚的首相啊 这个丁丁啊 慕尤丁啊 然后现在呢 刚刚加入 就是泰国的这个 布拉佑也加入了 那么 这一组人呢 他们到底还要把这个世界害到过产 这个 这个整个疫情呢 在这个地球呢 不能够被斩断了 真的就是这一组人呢 他们一直 不愿意把这个疫情给消灭 所导致的 大家认为 有没有道理呢 那今天我们就 短暂的分享到这里 有更多的消息 我们就 再给大家更新 我们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